日本明古外国语大学情报政治学教授高赖淳一28号分析说 古猿或许是获自民党内一致认同的可靠人选 但是由于缺乏对民众的影响力 它并非是能够在参院选举当中击败民主党的最佳人选 27号离开菲律宾的今年第16号强热带风暴凯撒纳 已经在北京时间28号10点加强为了台风 目前正在向中国的海南省逼近 据泰国气象部门预计 凯撒纳过境海南以后将会继续向西 在9月20号到10月3号影响泰国 受凯撒纳来临前的低气压的影响 泰国北部近日是连降暴雨导致了山洪爆发 生命和财产损失严重 我们来看泰国MCOT电视台今天下午的报道 据气象天预报 凯撒纳过境泰国时强度会减弱成热带低气压 届时风暴将带来大范围的暴雨 尤其是东北部的莫拉县城一带 将经受持续强降雨季大风袭击 目前泰国水利厅已经做好准备 迎接凯撒纳的到来 泰国水利厅厅长查理丹萨龙破路 水利厅正密切关注热带风暴凯撒纳将要经过的路线 同时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做好准备 应对凯撒纳的来袭 目前各地水利部门已经按照雨季应急预案进行演练 同时北部及东北部各大中型水库正在排水准备续弘 水利厅已经备好1000万台抽水机及112台排水机 其中93台抽水机已经被送往遭受洪水围困的13个 受凯撒纳来临前的低气压影响 泰国北部多个地区进入连降暴雨 在蔡野萌府 伤红爆发冲毁了农田和公路 同时市政府及居民住台也被洪水围困 在批吉府 伤红爆发冲毁了三个镇快要收割的10公项农田 尽管当地农民迅速排水 但还是有一些农田因水淹过高而绝收 叶峰送府的洪水则导致人员死亡和学校被冲毁 由于通往受灾学校的公路已经锁毁 救援人员目前还无法抵达现场救援 泰国卫生部已经警告各地卫生部门级民众 注意洪水过后疫情的发展 尤其要注意预防由老鼠尿传播的鼠尿病 鼠尿病一般是在洪水过后爆发 卫生部提醒民众 汤污水时要穿胶鞋 如果没有胶鞋 则要在汤过污水之后用肥皂把脚洗干净 此外在洪水过后要注意清理垃圾 不要让垃圾成为老鼠光顾的地方 同时要把被洪水泡过的房间消毒 以避免鼠尿病的传播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28号说 热带风暴凯撒纳袭击菲律宾引发了40多年来罕见的洪灾 现阶段确认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140人 另外还有32人下落不明 特奥多罗当天正式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援助请求 希望尽快得到食品药品帐篷 饮用水等物资补给 以满足数十万灾民的需要 并据当地电视台报道说 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已经决定开放总统府马拉卡南宫